我就開直播囉 這次的選戰有別於傳統 網路空戰打得熱烈 為了博取眼球 甚至有候選人無所不用其極 不過衝高流量的背後 是否就能轉換成選票 操作方式是注意讓這樣的獲選當選 只要你有觸及 你就會有受眾 能夠去善用這些受眾 這些輿論 我覺得也是目前政治人物 非常需要去重視的一環 空戰不會是唯一的關鍵 但我覺得它可以當作一個加分的點 但也很有可能是一個扣分的點 端看說日後的政治人物 怎麼在幫助原住民的事物上面 繼續去善用社群媒體的力量 空戰能加分 但要能致盛 距離當選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比較高科技或是這些媒體 它不能去脈絡 它不能去投去尾 假如就是依靠著社群媒體 這個來看它夠不夠興 夠不夠嗨 來論斷或來投我這一張票的話 這個會越走越前跌 那對原住民未來的發展來講 也會很大的一個衝擊跟影響 對著社群媒體的發達 成了政治人物與群眾 直接交流的重要方式 但選民在媒體認知 以及政見釋讀的評判標準不同 我們也擔憂這樣快節奏的資訊接收 去脈絡化且沒有深入了解的片面資訊 恐怕難促成實質對話 空戰要成為選票的期望 在這次選戰結果中依舊相當有限 原則新聞感動馬鈴許家榮 搖外馬鈴台北獅臣報導 也不致用